一般是可以知道结果 但是如果你油标放上去不知道的话 你可以有个方法 在检视的即时运算视窗里面 输入一个问号 空一格 把你要输出的这个里面的东西 把它复制一下 Ctrl C 在问号 问号是指的是print的意思 输出的意思 把它贴上 按Enter 这个时候呢 油标放上去不会显示的结果 就会在下面显示了 有些状况 油标放上去OK 但有些状况 你没有办法 看到这个里面的值到底多少 你担心说可能会有错的话 可以用即时运算视窗 或者你要观察某一个变数里面的 变数里面的值的变化 我前面讲过 你看还有一个第三个方法 就是新增监看式 也可以去观察这个变数里面的值 所以如果说将来要出错 我现在做的都是一些 书上比较不会讲到的 因为这些都是实物经验 因为每天在写 所以这个都很 就是常用的功能 那你要怎么样避免错误 就几个方法 第一个油标放上去 会出现那个变数里面的内容 第二个的话 可以用什么 即时运算视窗 第三个方法可以用 新增监看式 这个常用的功能 OK可以辅助你出错 好那我们这个地方的话 跑完之后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这样子直接执行来 应该结果也会是一模一样的 差别是说一个是切过去再取资料 一个是直接告诉他说 我就在那个工作表里面 所以会有这两种方法 我想各位可以把这个部分 再练习一下 那等一下的话 我们先来看万年例 那这个万年例也非常简单 其实基本上就是说 有几个方法 一个方法是 我如果说这个地方变幻 假设我想要知道说 2014年的这个几月呢 2014年 5月 5月份 5月份的这个 或6月份的这个 这个资料 这个地方我要怎么样让它绣出来 那方法也有两种 第一种方法是 就是函数的函数的做法 第二种做法是 你可以用VBA的做法 就是按下去 自动去根据你是哪一年哪一月 去产生你要的 那一个月份的什么呢 月历出来 OK 所以这部分的话等一下再来看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试试看 所以刚刚这个范例的话 主要也是把我们前面所讲的 这个做个综合应用 那这里的话会多了一个 比较少用的一个函数 叫做INSTR 那这个函数主要的用途 就是做什么 做自串的比对 所以这个函数以前我用的还蛮多的 因为我自己也写过一个 类似全文检索的程式 比如说我想找到某些档案 像我很久以前写过 大概十几年前也写过一个 Word里面 假设你要去搜寻某些Word的档案 那你不可能一个打开 如果说你不想打开 你想要找里面所有的 这个档案里面有没有哪些关键字 你想要把关键字打上去 它可以自动为你找到 找到之后告诉你说 这个某个档案里面有的话 那就可以用 这个类似的方法 那其中自算比对就是用 这个INSTR 这个函数 就可以比对出来 我想方法很多 各位可以试试看 那如果想要知道 这个函数怎么使用 你可以按下F1 我前面好像有讲过 在INSTR上方 游标放上去 按F1 它其实也会跳出 这个函数的相关说明 这个说明会跳出来之外 它也会有相关 就是除了 这个函数之外 有没有其他相关的函数 可以这里的话 我想各位可以试试看 Mike 李数珀 2 為9 1 何